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总会长陈千惠 在全球各分会姐妹的支持下 推动四华船爱全台电动护理床升级计划 短短10天内就募集到747床的电动护理床 要分送给全台29个机构 12月9号团队特别来到台北荣重新竹分院 举办荣重温馨的捐赠仪式 身为我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的总会长 我深深以我们姐妹为荣 这次我们的电动护理床总共我们捐赠了747床 在全省总共有29个单位 那今天我们来到新竹 我们在新竹荣重分院这边我们捐赠了有90床 另外在宇宁园有10床 那虽然是就这么100床的电动床 在我们的新竹地区来做捐赠 但是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份温情 希望我们捐赠的这些电动床能够造就我们这些长辈们 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品质空间 然后也能够让我们辛苦的护理人员 减少他们很多的这些职业上面的伤害 那我们相信呢 这个爱心跟公益是要永续经营 那不是只有这一次 我们未来还会有很多次 我们希望呢在这个长照的 还有甚至于在这个医疗上面呢 这个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 能够尽一份心力 把我们所有姐妹的这个爱心呢 能够遍布到各个角落去 在捐赠前团队不仅实现到卫福部收集资料 跟到全台各地的机构实地了解需求 希望能够让这些爱心被优先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我们也经过很认真很严谨的访查 每一个收的单位我们都去访查 访查了以后 我们依据实际上的需要我们去分配 当然以新竹分院来说 它是希望能够有343 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散到每一个角落 所以包括全台 甚至于我们的离岛 金门 马祖 澎湖 我们都去捐赠了 我们当然这一次的捐赠也算是刚开始一个起点 也不是个所谓的将来的终点 不是 我们只是起点 将来我们对老人长者这一块 我们会更加更加的有用心 更加更加的来照顾 我们因为现在我们等于进入了老人社会 所以我们会更结合大家的力量 来做这一份所谓的正能量爱的传递 新竹县在这次的捐赠真共获赠100床的电动护理床 新竹县长杨文科也特别在仪式上颁发感谢状 感谢协会姐妹的爱心 让社会更加温暖 我想我们对于我们陈总会长 我们内心充满了感激 因为他是从南非回来 那团圆里面也有从LA越南回来的 可以讲爱心是五眼佛界 在国外的我们的华人 对我们国内的这些关心 那我们今天都充分感受到了 也觉得他们真的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跟支持 那我们新竹县也在推动 对于这些身心障碍或者长者的这些长照的服务 有了这个100床给我们之后 就如同我们竹东荣总彭院长所讲的 他减少十年的奋斗 他本来这些他都有十年的计划 结果因为他们的帮忙 所以就很快的可以达成照顾我们乡亲的目的 台北荣总行竹分院为储偏乡资源相较的不足 原有的老式护理床需要以手动操作 不仅患者舒适度不高 对医护人员更是劳力上的负担 这次能够获赠90床的电动床 不仅体贴长辈 更是爱护白衣天使的辛劳 我们已经开始在编列预算 希望慢慢的更换这些旧式的床 把它成为一个电动的床 比较方便我们的同仁的照顾 也方便这些老人在使用的时候 他们能够自己操控 独立性比较好 也可以增加这个生活的品质 那所以我们以前是在逐年的编预算要更新 可是我们非常谢谢 这是四华组织他们的国际组织 他们的爱心看见我们在地的需要 所以他一次捐赠了我们的90床 我们就笑着说 这可以缩短我们10年的服务 所以提早了我们10年的服务 照顾在地的乡亲 也能够落实政府长照2.0的政策 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在地老化 也在地的接受完整的照顾 高龄问题是当前社会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只靠政府的努力难以完善各单位所需 但来自民间的关怀与力量却是无穷的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提升长照机构医疗品质与病人安全 成为了最美最有温度的公益典范 凯博新竹简淑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